大家好我是萌翔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期这个闲鱼虚拟物品的玩法 这是闲鱼如何卖那个虚拟物品的详细思操 第一个讲的就是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 第二个就是说如何去避免这个违规的问题 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是说第一点 大多数人不知道卖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我研究了一下 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去知道想要卖什么 第一种就是说搜索关键词找同行 找那种别人卖的比较好的就是每天都有销量的宝贝 然后我们去跟卖就可以了 第二种方法就是关键词挖掘需求 我们可以去那个爱在哪那种平台啊 包括百度这些平台都是可以的 我们去搜索一下这个产品的关键词 然后就会同步出来很多的词 我们就可以筛选一下作为我们的那个产品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大家关心的为什么别人的没事 就是说我传了一个虚拟产品到嫌疑上面 会被这个官方给删除掉 或者是警告啊 降权之类的 但是为什么平台上有很多同类的产品 别人的就没事了 就是说别人还是卖该卖该怎么卖怎么卖 而且销量的还不错 这个呢我分析一下有一下几个原因好 第一个呢就是因为账号的权重不同 比如说别人的账号权重高 那个包括一些芝麻信用分比较高 就是信用是极好 的话这种的话 他的平台的话就会持那种比如说睁一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第二个呢也不是说别人就没事 也可能是别人呢也有也有事也被封了很多号 只是你没看到 他呢可能是那种多账号在操作 就是说有比如说有七八个号 甚至几十个账号 嫌疑账号在操作 他也被封了很多号 只是你看到的那个号外没有被封 好第三呢还是当然很多卖家就是说还采取了一些规避的手段 比如说像我上一期视频给大家讲的 用那个什么写音字啊 还有评音啊 英文啊 还有图片啊 来描述图片描述产品的这种方法 来规避这个平台的系统检测 那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开始做的时候啊 就是不知道会不会违规 这个呢是很多新手碰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担心 其实闲于对这个虚拟的态度啊 虚拟产品的态度啊 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他完全不让卖这种虚拟产品的话 那大量的卖家就会跑到那个拼多啊 还有那个转转啊 什么58其他平台上去卖了 那就会流失很多用户 但是如果说又不管的话又不行 因为很多虚拟产品呢 还涉及到一个版权啊 之类的东西 背后呢是一些大公司有专业的公司在那维权 就是说他找到那个相遇平台来 因为很多麻烦事情 所以说他就采取那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如果没有人举报的话 他是不会去管理的 第二个呢 我们就是说可以采用实体加虚拟的结合的方式 就是说我们既买虚拟产品呢 但是又放几个那个或者一两个实体产品进去 混杂着卖 这样子也是可以的 那第四条呢就是说新手的话就是 好多人都不懂得如何包装价值 这方面呢主要涉及到像标题啊封面文案这些 我们呢这个叫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参考同行杂交 尤其是就是拍前面是卖的比较好的那几个啊 比如说我想要得那种多的多的那些嫌疑于卖价 我们呢可以点开他的动态看一下他哪天卖了多少就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参考他的文案 杂交一下就可以了 那第五点呢就是说我们不懂得如何引流啊 引流的话现在嫌疑对这块也是管控的也是比较严格了 就是说你直接在聊天里面发那个微信呢还有那个扣扣的话 都会被系统检测到 他会就是给你扣分 你多次发的话他就会 严格处理的给你下架宝贝啊 玩小黑窝啊这种了 那我们采取一种怎么方法来规逼这个东西 事情呢 这里呢我们可以就是说以图片发送微信的形式 把那个微信号写到图片上然后发给那个用户 第六点呢就是关于一个曝光力的一个问题 我们想要想要获取就是更多的曝光力的话 我们首先呢标题就是要取一个完整的标题 第二点就是说我们还要看这个我们的宝贝的一个热度 比如说我们是一个畅销品吧 还是说是个冷门产品 这个的话曝光力的差距是非常之大的 然后呢就是说一个宝贝的图片还有数量 还有图片呢是否清晰 这点呢也是会影响一个曝光力 就是我们尽量多上传一些图片 拍一些清晰的图片这样可以增加曝光 然后呢就是说宝贝的一些价格数量啊 也是会影响一个曝光的力度 应该说价格越便宜啊 这种的话肯定是会拍前面 看协议上很多那种一分钱的 包括一块钱的东西啊 它实际上就是为了增加提高曝光力 然后呢就是宝贝的一个描述啊 是否充分就是充分的描述了宝贝的话 也会提升它的曝光力 就是获得更加的系统推荐 然后第二大点呢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说 如何来避免违规 首先呢我们要了解详细的看 多看几遍它的嫌疑的一些规则 就是违规须知啊 那些假冒违禁物品呢 这个我们要了解就是说不能够发布 如果我们发布了这些违禁物品的话 亲自的话会被算出宝贝 中等的话就会关小黑物 当然最严格的话是永久封号了 这个对于我们的影响的话 就是说不能发宝贝了 然后权重下降进入黑面单 就是我们这个号箱都已经废了 进入黑面单的话 这样点呢我们就说可以 还是刚才说过了已经参考杂交多个同行的做法 既然同行能发 那我们就能发 同行没被删 那我们也不会被删 这样比较稳妥一点 第三点呢我们就说实体结合虚拟的方法 我们我们呢就是说同一个店铺里面的既有实体又有虚拟 这样的话也会避免一个违规 最后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店铺里面的宝贝也不要挂的太多 尤其是前期的话 10个以内就可以了 如果挂的太多的话 会被系统认为我们这个是一个专业的营销号 我们需要养一下号 就是说养成那种咸鱼达正号啊 这样的话我们还可以多发一些宝贝发几十个啊 这样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 这就是今天的分享 就是咸鱼如何卖虚拟物品的详细一个实操的步骤一个过程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好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